都爆香丟下一大把空心菜 大火快炒 最后再加入辣椒调味 炒空心菜 吃起来清爽不油腻 但却又民众到热炒店 吃到一盘要价 三百二十元的金呆了 就常常去这样 只是说那天 那个青菜真的有吓他 没有点过这么贵的青菜 跟亲友吃热炒 被炒青菜价情吓到了 当天颇文抱怨 说菜单写实价 想说一盘青菜是能够有多贵 结果它真的很贵 超傻眼 网友留言说有菜吗 我只看到盘子 那么贵 那几根菜要吃完比浪费了 写实价的最可怕 台风天也不该是这种价钱吧 炒一盘空心菜到底要多少钱 其他小吃店半斤的量卖一百元 时机找到嘉义市这间热炒店 业者说小份半斤卖一百五 大份一斤卖两百九 贵的五成 外商人员多收三十元 老板觉得很抱歉 上话则是有新议员跟家中长辈吃饭 发现外送的便当 只有小黄瓜苦瓜菜头 企划和乌鸡蛋 看起来很普通 竟然要卖一百二十元不便宜 询问便当店业者价钱怎么算的 原来八十元是便当钱 四十元则是外送费 就够减吃而已 要怎么够 在打菜的过程可能有人愿疏忽 所以少放了一样煮食 便当业者道歉 忘记放主菜才会让便当看起来 CP值非常低 还有民众外吃看到 不管是青菜还是海鲜 只要是十价要先问清楚价钱 以免结账时才看到天价空心菜 三百二十元这下已经来不及 记得活关王书宏嘉义彰华报导 我是戴立冈 也是气象专家 十八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信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